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叫全雅明 今年30岁 2009年因犯故意杀人罪 背叛入狱 罪已时隔多年 但只要提及身陷淋雨的儿子 全雅明的母亲依然会羞愧不已 这一次见面 母子俩又情不自禁地提起了过去 他说到一块儿聊什么 你孩子怎么样 我孩子怎么样 聊到你的时候我就回避了 那我不回避怎么着呢 我就说行行行 别说别的孩子吧 이해说确实处于那种 处于那种比较纷黄的那种 纷黄就是纷黄了 照顾上的有个辽刀 如果他找不着 我的儿子你才 我就说有的吧是争认这把不 深深的挫败感一直这样纠缠着全雅明的母亲,直到金贤他都无法接受,自幼家教严格,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竟会变成杀人狂徒。 那么,多年前,是什么让全雅明陷入了疯狂?那个被他残忍杀害的人又是谁呢? 那是2008年6月21日晚上10点多钟,济南市四里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突然响起,电话内端的报案人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惊吓。 在这个体育中心,在这个西南侧的体育场,有人被捅上了。 先看的是一个女的,躺在地上,是捂到这个,手捂到这个腹部,腹部有血。 还有旁边还有一个男的,也躺在地上,也捂到这个腹部,腹部有血。 他们的同学,有些好多女孩子,现场也有哭的,也有喊的,也有好多不止说错的,不知道干什么好的。 现场乱作一团,只见一对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之中,双双被利刃刺伤,生命危在旦夕。 随后,警方迅速将他们送到医院抢救。 与此同时,全雅明的母亲接到警方的通知后,也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医院。 因为那名身受重伤的男子,正是他的儿子全雅明。 他就在那里躺着就像一个血人一样,身上全是血那样。 我就踏到他的边前,我说,你醒过来了吗? 点了点头,醒过来了。 怎么回事? 我说,我把周一同杀了。 然后他们直接就干不住了,直接就,我妈妈直接就晕倒了。 当天晚上,受伤的女孩被死亡医院经过一个德鲁士的抢救,后营被通腹部失学性休克,死亡。 死者周宇彤,年仅24岁,是山东省某大学工业系学生,与全雅明有过一段恋情。 三个月前,两人刚刚分手。 2008年6月21日,本是周一同大学毕业的日子,可是就在这一天,他却被全雅明残忍地杀害了。 上大学都得借钱,资助他。 毫不容易等到他毕业,能够回报社会,回报家人的时候发生这样子,这个父母说接受不了,承受不了。 周宇彤是家中的长女,父母都是朴实本分的农民,女儿突遭杀害,他们所要承受的打击,我们不难想象。 那么,这对昔日的恋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疯狂刺杀女幼的瞬间,全雅明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在监狱里的时候,有时候想起他,想起他的时候也经常流入类,就是人也挺矛盾的,最后我也是有信心,我不知道那是一种爱还是一种恨。 尽管,全雅明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悲伤,但每当想起邹宇彤,离不清的爱恨愁绪,总不让他痛彻心扉。 曾经他是那样深爱着这个女人,可他至今都不能理解,当初邹宇彤为什么要决绝地提出分手,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呢? 2008年6月21日晚,邹宇彤辗转找到了邹宇彤,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当时,邹宇彤正准备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大学毕业了,今天晚上同学们聚一下,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了,然后我,他看到我很害怕,很惊奇。 来问他这点感情,能不能再积蓄。 分手已经三个月了,邹宇彤竟然又找到了自己,显然,在那样一个夜色深重的时刻,无论是邹宇彤的突然出现,还是他颇具威胁的追问,都让邹宇彤惶恐不安。 我说我们的时候需要有了结啊。 如果呢能再继续他们在旁边忙,如果不能的话,他就要拿他自己程序来刀,这个捧上一块儿。 他们说话还是挺害怕的,然后我捧他一捧。 捧上你以后呢,他又自己捧了自己一刀。 他倒在旁边呢,如果死就是会死。 如果不死呢,你看我捧了你了,我也捧了自己了。 还有点深情的对动 据了解 熊雅明与邹宇童相恋不过半年 便分手了 而从他们的知言谦语中 我们也隐约感到 邹宇童对这段恋情的厌烦和恐惧 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邹宇童为何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段残忍的青春恋情 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那是2007年10月的一天 邹宇童来到一家物业公司实习 由此结识了在那里就职的全雅明 工作已有两年的全雅明 看上去成熟稳重 而在他的心里 这个大色女生则涉事未深 清诚可人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每天他给我打 我给了他十几个电话 如果不在一起的时候 他主动给我打电话 我在哪里怎么样 虽然那时候就希望 每一分钟都听到他的生命 他还是这个人 看他那个表情就是这样 当时 好歹也找了个说话的人 就是一个说话的人 在母亲的心里 熊雅明性格孤僻 你想少有朋友往来 邹宇童的出现 对他来说 不过是多了一个 可以倾诉的对象而已 然而他只能料到 短短一个月后 在那个寒风瑟瑟的夜晚 一位在一起的两个年轻人 终于情难见 一半岁在水谷交融 我在宾馆里住 就是住一晚上 什么事也没发生 因为我不会强求他 因为毕竟是真心喜欢 住了这晚上宾馆之后 这三二然的 就发生了 两万人 宿佛太太 发展的关于宿佛太太 过了几圈 给他们买了一个戒指 我跟他说 你见着这些戒指 他就永远是我女朋友 他说不是 我还要做你的妻子 就是那种 那种女生 我说说把对视给了你 他就一辈子跟着你 而且绝对不会被判你 绝对不会被判自己 没有人能体会 这句话对全雅明来说 有多么意味深长 他以为终于找到了 可以一生一世相守的女人 然而 从这后不久 他便发觉 邹宇童与自己 已有些貌合神娱了 那是2008年春节过后的 一个夜晚 邹宇童刚从老家返回济南 小别几日 再次见到心爱的女孩 全雅明有些铁热情境 可是 一番激情和温情过后 女友并又像往常那样 依偎在自己的怀里 悠满顺惧 而是迫不及待地翻出了 抽搐里的地域药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过去有时候 就是说是 一起玩意 吃药 他说 所谓 他说 大不了 小孩也是你的 后来呢 他就说 四九分 都想着 我该吃药 或者是 感觉 不是说被迫的吧 也是 也不是那种 特别兴奋 特别喜欢 那种感觉 看着女友冷静的服下 避免药的样子 一股强烈的疏离感 开始在全雅明的心底蔓延 邹宇童为何突然变得这样冷漠 这些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 几天前 那个不同寻常的变化 出现在全雅明的脑海里 没错 一定就是这个变化 给他们的恋情 蒙上了阴影 神秘对话 邪秘爱侣 心生隔阂 在那个家 有一个那样的 就是很好的家庭 和那家不一样 宛流女友 在廖千栋 隐秘心结 彻底崩溃 心灵魔咒 步步紧逼 爱情魔咒 忏悔路正在播出 2008年春节过后 邹宇童从老家返回 几男 几乎是从一界面起 邹雅明就从这个女孩身上 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冷漠 仿佛 他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 毫无保留的爱着自己 就是自从发生了第一次关系之后 然后那一两个月 我要求什么 他记不住他 那么正值热恋的两个年轻人为何会心生隔阂 一向温柔顺从的邹宇童又到底有什么不满呢 然后他回来之后 他跟我说 提过好几次 这件事 当然他态度也不是很好 几天后 邹雅明才终于明白了 女友心里的委屈 原来就是春节时 那个拜年电话惹起 他给我打电话拜年 然后他爸爸接我电话 就问我 问我几句 然后我的爸爸说 让我把电话给他给我家长 在那个家 肯定属于一个那样的 就是很好的家 可能在那一年家不一样 他爸好像说是 就说是你看我家 我家个女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 我妈回答不是特别什么 他说还行吧 孩子还想要老看 他说你看你妈的态度 我家里就说 你看人家都没把你当回事 他跟我这么说 他说你看人家没把你当回事 你还这么贴护人家 你这不是傻吗 无疑 这个电话让邹雅彤 在父母面前颜面尽失 也让他对爱情有些心灰意冷 渐渐的 他将自己从盲目的热恋情绪中 抽离出来 对全雅明也不再一味的妥协顺从 转眼已临近毕业 邹雅彤在济南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开始实习 他打算在单位附近租住一间房子 然而邹雅彤却极力反对 为此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说住在我家住 不要在外面住房 希望在家的时候 他每天都回我家 让我心心踏实 他同学说这个邹雅彤了 他这个脾气不好 他碰到在你家 当我吓过他 我们分手啊 他这个女友就是舍不了 就说完了那个话 他忽然就做了地方 那之后他就经常发电 就说经常在经常发电 全雅明脱口而出的分手 让邹雅彤痛彻心扉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哪有如此强势的 要求自己与他的父母同住 就是要借其掌控他 事实上 几乎是从两人相识的第一天起 这种可怕的被控制的感觉 便充斥在邹雅彤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 他所有的电话什么 非常敏感 不过他不接电话的时候 不过他晚上 别的男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即使是他这种 关于设计啊 关于工作啊 关于学习这方面的事 我也受不了 他就是这一块很缺失 不懂得这些 友情之间怎么怎么处理 那种最早的时候 给我留下那种心理音乐 产生了我那时候那种心理 就是要看住他 看住他 不能让女人在背叛自己 这个声音像一个可怕的魔咒 时常会在全雅明的心底 诡异的响起 而每一次响起 都仿佛是在提醒全雅明 三年前的那场初恋 给自己留下的情感创伤 从未真正愈合 那是2004年的秋天 刚刚大学毕业的全雅明 独自到外地工作 以色偶然的机会 他劫持了一个叫周丽的女孩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 把你眼中在看红片的时候 偷偷害怕 然后就搂住我 然后逐渐的 我们就 不成了关系 情咒初开 那一次 邱雅明爱得如痴如醉 然而渐渐的 他发觉女友周丽 总是神出鬼没的 仿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终于 三个月后的一天清晨 他看见了 令他无比耻辱的一幕 在环境馆已经看了 我就让朋友开车 把我说我去 然后从门口等着 等了一夜 突然早上起来 他和一个男人出来 我就很伤心 这个渐渐呢 是一个被一个老板抱养的 他说他说那些大老板 说他爸爸生病了 你说肺牙什么呢 说很多钱 学校要喝几万 他拿不起 听到女友的哭诉 单纯善良的全雅明 选择了原谅 他甚至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希望能帮助女友度过难关 然而很快他便发现 这不过是个爱情谎言 有一天晚上 他该做他这个女友 看到他一个年纪 大概五十多岁的男人 二天出来了 当时真是 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那种感觉 我最后一次回厕所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一切结束 然后他在送我路上 突然就是长途车 口上给我跪下 说 我希望你还能回来 然后我愣不 那一刻 江雅明直觉的 自己像是被爱情戏弄的小丑 纠耻的不知该躲到哪里 此后三年 他从不愿意提起感情 直到遇到了单纯温顺的邹宇通 可是 在那初恋魔咒的驱使下 他总会情不自禁地 打探管束邹宇通的一切 于是 压抑苦闷的爱 让这个恋人渐情渐软 那个时候就说 他在相处啊 把他惯了 就 就这样就产生了分歧 2008年3月的一天 邹宇通准备回老家 江雅明便送他赶往车站 一路上 女友一直沉默不语 仿佛有什么难免的心事 我说你多带点墙 附加 陆上什么的 陆上 前的时候 我又看到 一回头一看 我听听到 眼泪流出来了 因为可能他主要 这是我对他关心他 到底为什么伤心落泪呢 江雅明似乎有了一种 不祥的预感 而此时 邹宇通也终于鼓足勇气 说出了自己一个 私存良久的决定 分手 他说我真的不安静 然后我看他的眼睛 在眼睛里边 是坚决的 是真的没有一丝余地的 也说我眼泪 马上流下来 你是不是真的哭 不能排解 然后这好了 好了就散了 我说 你只可以 你给我留下点什么 他说你想让我留下什么 我说你这个人又守住我 他就真的自己 把右手 拜这个左手的守树头 就使劲拜 使劲拜 看到我 马上这个 心非常非常痛 非常非常痛 紧紧地抱着邹宇通 邹雅明从没想过 这个女孩 有一些人会离开自己 他怎么会突然这样决绝呢 为了挽回女友的心 邹雅明开始不停地说好话 做着最后的努力 我说我都计划好了 我说 不过我们孩子 我们怎么要送他去读书 怎么教育他 就我说我都计划好了 你认识怎么能打破了 王光大爷 有好复的勇通 读一层呢 这个就 大家是回避 他就 才是回避的 从这件事之后 他就一直跟着躲着我 就和这个人消失了一样 找到朋友什么的 都这些不妄想 我就彻底疯了 那一手 邹雅童真的消失了 邹雅明突然觉得 心被掏空了一般 此后 他仿佛一句行尸走肉 开始疯狂地寻找邹雅童 甚至不惜拿出十万元机器 雇用了私家侦探 这当时私人侦探就问我 你找他干什么 我说 我说 我一个女朋友 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我就想找到他 他说 你别干啥事 我说 我不干啥事 因为当时我真 真没想干什么 就说 就想找到他 很快 私家侦探便找到了邹雅童的行踪 得知消息后 邹雅明兴奋极了 可瞬间 他又变得惶恐不安 该如何说服邹雅童回心转意 自己会不会再次遭到拒绝呢 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真的面对面的见他 我就想找到他 就想找他 知道他住哪 当时可能是也有自己的心思 我看看他现在是出于什么样的生活 我当时我以为他可能是跟其他男人在一块 犹豫再三 邹雅明并没有与邹雅童见面 此后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像着了魔一般 开始对邹雅童秘密跟踪 暗地里观察着一切 直到2008年5月 一个昏暗的下午 邹雅明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 打了他电话 然后呢 他说 嗯 你有户在 不要叫他人住从 而且你会要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安全 你父母的安全 挂了电话 邹雅明直觉的血往上涌 他万万没有想到 邹雅童就会找人来威胁自己 既然事情已经败露 邹雅明该如何应对 而那个打了电话的男人 到底是谁呢 蹊跷电话 最终引爆仇恨之火 当时脑子特别 特别兴奋 疯狂找寻得到重生 还是毁灭 他一般是一刀 毁了两个家 万念俱灰 如何拯救绝望灵魂 实际这个女儿怎么会 想到原来你火 我就沾上那会儿 我就掉眼睛 爱情魔咒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08年5月的一天下午 一个自称是邹雅童表哥的男人 给全雅明打来了电话 警告他不要再继续纠缠 邹雅童 小心行事 挂了电话 全雅明突然大怒 不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生命违法 现在延续 要么就能接受 所有的权权 都这么不明显的 在联合 全雅明直觉地 自己遭受了 莫大的羞辱和挑衅 却全然没有反思 曾经温顺的邹雅童 为什么会这样做 事实上 在分手几个月的时间里 为了躲避全雅明 邹雅童一直在 频繁地更换住址和变化 可即便如此 在前不久的一次 毕业设计展上 在自己的作品旁 邹雅童 还是发现了 全雅明的签名 这让他害怕极了 我在 确章小白者 上面用拼 写上我名字 就想让他看到我 也不知道我到底 出什么样的心情 他才知道我来了 曾经来过 我每天 早下五点 没有闹人 做到桥 桥 第一让我就走 那时候就出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什么都不管了 这倒是走 疯狂地寻找跟踪 邹雅明仿佛走火入魔一般 他甚至都说不清 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即便是接了那个警告电话后 他也不肯放弃 几天后 邹雅明得到消息 邹雅童已经回到了学校 于是他尾随而至 可刚刚的人群中出现 便被保卫处的工作人员 强行带走了 他从来认识我 他就告诉我 告诉我 我接着打电话 打电话给某一叔 某一叔 跟我拉走 我其实我当时就特别踏了什么心 就觉得 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的 还变成一种 这还是那个曾深深爱着自己的周语图吗 他竟然用对付流氓无赖的方法来驱赶自己 邹雅明只觉得寒意轻骨心如刀脚 也就是从那天起 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开始散发出一股阴寒逼人的气息 甚至 年代的母亲都害怕得噩梦连连 之前两天我就 忽然就做了 他就抓着那个小周吧 抓着那个小周 抓着那个胳膊 那个小周 比不累 会怎么忘 那个小周 穿的衣服呢 是那样的 就像是那人 死了穿的衣服 很奇怪 我就很害怕 我接着就在打电话 他说 我说你要出事了 我说我有感觉 他说 你把我似乱想的 尽管他电话中 邹雅明还若无其事地 安抚着母亲 但事实上 他早已夫妻一致 罪恶的计划也从未停止 案发前一天 邹雅明再次打探到了 邹宇东的消息 当时我就 确定了 他说 我先要我去秀 那天 那天是 我接受大学生涯了 我回家了 第二天呢 又要回家了 当天晚上呢 这个 宣海明啊 这个时候就有点这个 失去理智 2008年6月21日 邹雅明跟踪了邹宇东 一整天 到了晚上 他终于按捺不住了 再不找到邹宇东 说清楚 他真的没有机会了 然后他下车的时候 我照顾不好 在前面 照顾都在前面 我所有状况都在前面 我所有状况都说 每一次你 这和好就和好 谈不谈的 如果不谈的话 每一次 就不写他 要么就是说 我自己承认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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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前 我都要 要么就是说 是 你去死 周一通 是 真就不同意 就说 我们已经 跟踪的 结束了 看见邹雅明 纠缠住女童的样子 随从前往的女同学 都害怕极了 他们开始大声呼喊 向前方的男生求助 而这 也将邹雅明 压抑许久的仇恨 瞬间引爆 我一听 就是找人来收拾我 那种感觉 当然 我心里 不是害怕 就觉得 自己感到受到污辱 我就觉得 我是来给他感情问题 你居然找人 这样对我 当时脑子 特别 特别幸福 特别 特别 属于那种 偷热破炸 那种感情 他是不是 准备好力 把他还换到 就捅到这个 从他这一号 我说 我给你喝 让我痛 现在 医岛 将这个 受害人 痛死 可以说是 医岛 回了两个家庭 或者是 回了两个人 医岛 或者两个家庭 转瞬间 这个美丽的生命 便永远的消失了 采访中 我们曾多次寻找 周宇彤的父母 希望了解一家人的近况 但几年前 他们痛失爱女后的悲惨禁忌 让周宇彤的代理人 至今记忆犹新 他们讲 听到这个噩耗 在家里 几个月都不出门 只靠吃药 人家都开心 你不恨他吗 你惊愁啊 你惊愁不伤害人也别人 谁跟你找个钱 同样是母亲 周宇彤家人的痛苦 全雅明的母亲不难体会 然而 大错已经不成 或许 那个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变卖家产 替儿子赎罪 当时 打个规定的决定 大概是三十五个 这还是 一种对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的孩子的 就成大错 是吧 那么 也就是一份 这样会 2009年4月 山东省济南市中队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全雅明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最后 周雅明进入山东省监狱服刑 怎么去赎罪呢 如果能原谅我肯定会赎罪 以任何的方法 任何的方法 只要他们提出要求 就可以 包括生命 他刚刚入见的时候 这个 情绪比较小沉 对欠户 非常 这叫 渺茫 与 村里人员 交流 也非常 受 入狱之初 全雅明 外面俱灰 想起 残死的女友 他常常默默哭泣 监狱民警们知道 此时 必须尽快帮助全雅明 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否则 这个年轻人 很有可能陷入崩溃 最终 在监狱民警的帮助下 全雅明 参加了自学考试 开始攻读心理学 让扶行人员 学习文化 也通过 从知识中 提升 他对人生的认识 也就 把他对 自己的人生境界 和价值观 产生一个大的改变 让他回归 正常人的心理 和认知 也参加自学考试 现在已经取得了 通过的实力 新的人生目标 让这个一度迷失自我的年轻人 渐渐从往日的痛苦与焦虑中走了出来 但一想到自己的罪恶始终让父母蒙羞 苦力亏不安的感觉 还是让全雅明哭一之不去 7月19日 又到了家人来探视的日子 母亲一大早便来到了山东省监狱 案发之后 全雅明的母亲因为身受打击 患上了心脏病 但他从未放弃过 对儿子的鼓励和照顾 他家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他当时他怎么请我怎么给他 他就是妈妈当时 他说那个数再高 我就把住的房子也买了 把油的房子也买了 再借实的钱 我把钱我马上给人家 儿子你知道吧 我心疼 我心疼林家家里 林家家里 林家怎么过呀 儿子 过年的时候 我看看那年下学 我往天上看看 看看林家家 也想到你 可是我也想到林家家里 失去这个女儿怎么过 我也想到了 想到了一会儿 我就站在那儿 我就掉眼泪 想到的时候 我心疼 林家家里怎么过呀 忘了孩子 孩子就回去了 就这样 我和林家家里 那妈不一样 儿子 我是心疼林家里孩子 你不关键 你在这里 叫你心太真正 一些事 看开了 看开了以后 什么事 爬起来 往前方看 只要是往这个 整个方面走 我就支持你 你神奇 养得好好的 把这个改学的东西 都学到时候 改干的活 一定要干好 认真干 我就在外面 放心 我就放心 你在这一天天 咱就一天天的活 等着你回去 就行了 是吧 无疑 母亲的期盼 给予了全雅明 积极的力量 由于改造表现良好 全雅明已经获得减刑 目前 他的渔刑 还有16年多 但愿未来 这个年轻人 能彻底 摒济自私和狭隘 用积极阳光的心态 面对新的人生 人性的期盼 忏悔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